如果云直到 各位观众 我是MKC主播陈锡君 今天呢 不是来跟大家回顾一下许如云的旧的专辑 而是呢 要跟大家谈一个最新的主题叫做云端 最近呢 中国的新周刊 以及Halford Business Review 不约而同的 以云端技术来作为主题 来探讨一下说 这个技术对人未来生活的影响 那甚至于呢 他们还请到了台湾的网路驱事大师张宏志呢 为这个主题来进行一些论述 但是在这一连串的分析过程中 我们讨论最多的还是聚焦在一个地方 就是到底云是什么东西 里面呢 虽然各家论述都有 但是呢 我们可以发现说 越来越多的论述是偏向于 从生活的使用面 从云它到底能让我们干嘛 这个角度来描述云的形成 可以说科技角度的云的色彩呢 越来越轻了 而这也正是我相当 赞同的一个角度 我曾经想过问我自己 云对我来说是什么 我感觉啦 云对我来说就像是 我没有钱买一个 有别墅 有假山 有游泳池的高级住宅 那云呢 可能就是把别人的别墅 把别人的假山 把别人的游泳池呢 都搬到一个地方 只要我想要的时候 我就可以很轻易的划开一道门 我走过去 我就去别人家游泳池游了 我想这大概 对我来说大概是这样一个理念吧 好啦 撇开我个人对云的认知不说呢 我们先来看看一下 在这些论述里面 加上我个人认知呢 我把云会对未来商业模式的影响呢 整理的下面三个点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第一个点呢 就是 云这个技术啊 对未来什么企业 样的企业有帮助 各位知道吗 其实不是对大企业有帮助 是对中小型企业有帮助 张荣志老师呢 在他的论点中 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他也是赞同这个观点的人 他特别提到说 各位想想看 如果一家大的企业 比如说Amazon 或是一家大的图书公司 他的网路购物 他已经很成熟的 他的自己的付款体系 云端对他来说 没有其他的意义 倒是对一些做小生意的 作为个体户来说 如果你一个人 很难去做个网路付款机制的话 那云端的付款机制呢 就是一个你用很低成本 就可以禁用的一个机会 对于越来越发达的 中国个体户的商务形势来说呢 云端正是这样一个趋势的主流 回到我刚才举例子 那个来讲好了 就像我希望 我随时可以到别人游泳池 游一下游 或是用一下别人的运动设施 但是如果说你在游泳池旁边 可以卖个饮料 在运动设施旁边 可以卖个烤箱厂 卖个盐酥鸡 那是不是可以给别人更多的服务呢 由这个想法来延伸 就产生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主题 就是未来云端技术 其实还是要与服务连结在一起 尤其是把服务送到你手上 那个最终端的服务 其实从以前网路流行时代 或是电子商务时代开始呢 扮演最后一笔角色 那个物流角色 其实就一直很重要 但是对云端来讲 它的差异在哪里 它的差异在于 云端开放之后 随着移动设备 以及数位个人随身设备的普及呢 越来有越多的资讯 会PO到云上面去 而这最后一笔 把云端上的东西真实传达到你手上的机制 也不再只是物流一种 举个例子来说 我在云端上面 我找了好久找了 我看到一个我喜欢的漫画 里面有一套我很喜欢的角色 我很想要他身上衣服 那我接下来怎么办 我是不是要赶快联络我的衣服制造者呢 不急 这时候我就可以赶快上云端看看 有哪些服装店 可以接受这样个人定制的动画角色的衣服 那很快的 接下来才连接到物流 那如果再说更进步一点 我看到一个模型我很喜欢 可是我买不到我怎么办 嘿 3D printer 3D印表 这时候就可以出来 下载下来 经过3D数位化处理 好 自己在家里把要的东西打印出来 当然我这样讲或许是有点简单 但是我相信在这样的技术门槛 在不久是会被克服的 因此呢 在云端来讲 你怎么样与消费者最后一礼 做更紧密的服务 这样会是你未来的商机 例如你在半夜肚子饿了 半夜12点你想吃个蚵仔煎 你怎么办 这时候云端 是不是有资讯可以告诉你 你哪里可以去买蚵仔煎 所谓的最后一礼 不一定是把东西收到你手上 一个可能是告诉你很实用的资讯 让你怎么样很轻易的可以去达到你要的目的 甚至你拿到你要的东西 这也是另一种思维 所以在第二个要点下 未来应该是尽量想办法 把这种虚拟与实体的连结的网呢 更细致的更紧密的建构在你所有的每个角落 而对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 它有很多的二三级城市要带发展 这样的趋势更是他们市场未来发展的主流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第三个要点 其实第三个要点呢 就是隐藏在一和二之间背后的推动因素 过往呢大家认为说 在云端你会收集到很多的资讯 海量的资料 因此呢海量计算资料探勘 这一系列的资料分析技术和名词啊 一直出容 但是各位我们有想过 这些东西分析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它是一连段数字与数字的关系 最终这些数字这些资讯 它的解释的框架还是要怎么样 还是得回到你现实的社会之中 我举例来说好了 你要分析消费者的使用意向 好啦那使用意向可能跟你的满意度有关啊 好 什么是满意度 我真的满意度怎么评量 如果我想评量 从网路上的云端资讯评量看 谁有可能去买玫瑰花我怎么来做 各位想想看 其实这不是数字游戏 这些东西是考验你对社会资讯的敏感度 你怎样把社会的资讯变成可计量的东西 怎样把人的情感把人的欲望 变成你这些资讯可以分析的东西 当这些东西转换为可计量标准之后 你的所观察出来的关系才叫做放在社会情境架构之中 因此在第三个趋势之下 我相信未来一个情报分析或海量情报建构 这种模拟社会真实的状况的职业 应该会隐隐而生 实际上现在很多大产的研发 其实都是在走这个路线 他们聘过一堆社会学者 或甚至于文史学历史学者 再来考察当地的文化再分析个人的行为 那只是在未来这个云端的科技加持下 我想应该会有更多人要投入这里面 来发掘出更多的资讯价值 那以上就暂时帮各位归纳出这三个主要因素 希望对各位未来在拓展云端生意的时候有所帮助 我们下次见